下个月开始 渔户厨会对非法位置野甲人士 直接发出订额个票 不会事先口头警告 为例者可以罚款最少5000元 在大角咀海云道 不时都会见到有野甲的踪影 整群结队地吃饭散步都有 政府8月将禁止非法位置野生动物范围 扩大至涵盖野甲 市民若果非法位置定额罚款为5000元 最高刑罚可以罚款10万元和监禁一年 9月开始当局对为例者 直接发出订额个票 不会再有口头警告 有市民相信有一定阻客力 罚到你的袋子的银子 你当然是紧张的 现在真的没有什么见到人为 以前呢 以前来不久都见到老人家 扔面包给他吃的 现在真的没有了 有些好些是现在 现在没有那么多人为 没有那么多猪猪 都有很多种猪猪 不是怎么办 圆龙自然护理署处长黎堅明 联同立法会议员郑永远 去到区内派发宣传单张 呼吁市民切勿xa野甲 会罚款10照片坐牢 第二就是居民影响了大家的环境卫生 也有一个风险就是疾病存活 最后对野生毒物本身其实都是对它不好的 因为基本上它是不适合吃一些人去喂吃的食物 郑永迅建议当局多些落区宣传 为野鸽其实向来我相信大部分市民都知道是不犯法的 是不应该的 但是似乎阻吓作用不大之下 一直执法的数字是低的 所以未来这方面如何加强执法 都希望透过食华署和鱼户署的工作可以加强 最好可以落地 未来希望有更多在地的宣传 新丽夏和其他野生动物一样 如果管有野鸽 要向鱼户署署长申请许可证 母线电视机者邓杰迎不得